嗨大家 今天要介绍的绘本书名是 I'm a peaceful goldfish 你不觉得光听书名 就觉得这故事也太有意思了吧 我是只平静的鲸鱼 你觉得这故事会在说些什么呢 这一本我超想说要忍受一本的 但是我不行说 因为我最后只订到了30本 所以你等一下看完这一本书的介绍后 你很想要收藏它 那请这一次预购的时候 不要再等到最后一天下单 你要越早下单越好 因为30本订完就订完了 这一本我会推荐跟三岁以上的孩子共读 还有大人自己收藏 这几年国外的绘本有很多主题 都是在讲类似瑜伽 身心放松还有冥想的 然后有一些我觉得讲的也太难 不然就太无聊 不然就插图化的 我会觉得盖起来就不要再联络了 直到看到这一本 这一本它不止内容写的有趣 插图化的好可爱 然后重点是 它每一个里面的都是孩子们 它看了可以跟他们生活做连接 然后会理解的哦 来看一下我到底在说什么 然后这一本它有书一 书一打开之后 它里面的封面又有不同的设计 那等大家收到书之后 再自己发现 看有时候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可能会生气啊 然后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小小孩也说 我也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I have an idea 这小男生说 我有一个主意 你觉得他主意是什么 I imagine I'm a peaceful goldfish I take a slow big breath in 我要想象我自己是一只很平静的鲸鱼 跟鲸鱼一样 然后我要慢慢地深吸一口气 一起试试 Then I let out all my air To make bubbles in my bowl 然后我要吐气 然后在水里做出很多的泡泡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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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小女孩他有一个想法咯 他说好换我 我呢要假装我是一只很大只的大象 然后我要慢慢地深深地吸一口气 Then I let out all my air To make a soft trompting sound 然后我慢慢吐气的时候 我就可以吐出像大象发出的声音 要不要试试 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Come on I'm a rainbow pink whale I take a slow big breath in 然后这一次换哥哥 他想象他自己是一个彩色的玩具风车 然后慢慢地深深地大口地吸一口气 Then I let out all my air To spin round and round 然后我吐气的时候 然后要让我自己一直转 一直转 Oh I'm a fluffy dandelion I take a slow big breath in 换妹妹咯 妹妹她要想象她自己是什么 她要想象她自己是一朵蒲公英 然后慢慢地吸进一口气 Then I let out all my air To set my wishes up high 然后我吐气的时候 要把我的愿望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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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向空中 越飞越高 Look I'm a swinging wind chime I take a slow big breath in 换哥哥 他想象他自己是什么 他想象他自己现在是个风铃 然后慢慢地深吸一口气 Then I let out all my air To make beautiful music 然后当我吐气的时候 我会发出很美妙的声音 然后接下来 I know I'm a gentle dragon I take a slow big breath in 换妹妹 她想象她自己是一只很温须 很温柔的龙 Then I let out all my air To make a bright fire 然后她要慢慢地吐一口气 喷出火来 Now I'm a growing flower 换哥哥 他说我现在是一只慢慢长大的花 I take a slow big breath in And stretch to the sky 然后我慢慢地往天空伸 Then I let out all my air And bring my hands to my heart 你看 从刚刚到现在 我们边读边深呼吸 吐气了好几次对不对 I'm calm I'm calm too 他们两个在互说说 我现在觉得好平静了耶 然后最后就是作者要写给我们大人的话 然后这本 我就先介绍到这